第九次攻略哥哥失败 我决定放弃 晚上吃饭 我放飞自我换上轻薄性感的睡裙 刚坐下 系统的声音就响起来 男主好感度加5 吃到一半有点热 我下意识把领口往下拽 男主好感度加5 我愣住 试探性的用脚尖触碰他餐桌下的小腿 系统就疯狂咆哮警告警告 男主好感度加20 好你个宋文景 原来你喜欢骚的 你早说啊 攻略男主失败 时间重启 回到一年前 系统冰冷的声音响起 这已经是我第九次攻略男主失败 我一袭雪白色连衣裙 清纯甜美 是所有小说男主的白月光本光 然而 这九次以来 我什么方法都用过了 攻略进度却从来没有超过10% 我装无辜 装可怜 眼底含泪 淫逸于劫 对宋文景可怜兮兮地道 哥哥 800米好长 我跑不动 你被背我吗 他直接冷声道 这就是你天天躺试完手机的后果 别让那甲肢都比你的腿利索 我故意摔在他面前 阴阴求公主报 他却直接将我扛去医院 说我天天平地摔倒 肯定是小脑有问题 我睁眼一看 果然又回到了我18岁生日当天 这一次 我决定接受现实 直接躺平 清纯小白花也懒得装了 直接上楼换了一身红色夜地长裙 明艳张扬 这才该是我本来的模样 我下楼时 四周纷纷投来错愕的目光 在此起彼伏的吸气声中 脑中吐露的响起系统的机械声 丁 男主好感度驾驶 我 这万年不动的进度条 他他他竟然动了 我豁然抬头 对上了宋文锦的黑毛 我停在他足足两米远的地方 一反从前的亲密 礼貌而客气地道 哥哥 请问你对我准备的礼物呢 宋文锦一愣 皱了皱眉 C 半上 他拿出一个精致的盒子 拖在手心 我没接 而是对男二许佳琪眨眨眼 好兄弟 你去帮我拿过来吧 哥哥那么讨厌我 肯定不希望我离他那么近 许佳琪是我死党 从小穿一条裤子 长大的铁哥们 C 前几时我辛辛苦苦装淑女 只有他知道我的真实面目 果然 他因为那个魅眼 狠狠打了一个寒战 强忍着恶心 从宋文锦手里 一把抢过盒子 然后勾住我的肩膀 把我带到没人的地方 男人婆 这都第十次了 你又打算玩什么花样 我震惊 你你你 嗨 不就是觉醒了前九次的记忆了吗 你难道没看过重生小说呀 多大点事 我也不打算瞒着他 宋文锦那家伙 根本不喜欢我这款 无论我怎么努力 好感度都一点不长 所以 这次我决定白烂了 远离男主 爽歪歪 他满意地点点头 还不算太笨 等我离开时 推开门 去见宋文锦站在不远处 目光沉沉 我的心漏跳了一拍 声音直哆嗦 哥 哥你 什么时候来的呀 他面无表情 刚来 我这才松了口气 灰溜溜跑了 晚上吃饭时 我扔了泡泡袖睡衣 换上新买的吊带蕾丝睡裙 稍微有点轻薄性感 但这对受到过 国外开放文化熏陶的 宋文锦来说 完全是小意思 可我刚坐下 系统的声音同时响起 男主好感度家舞 吃到一半 我有点热 下意识把灵口往下拽了拽 露出一片雪白的肌肤 男主好感度家舞 我愣住了 忽然有个大胆的猜测 我故意把裙子撩到了大腿上 果然 系统的声音随之响起 男主好感度家舞 我一愣 下一秒 系统几乎破音了 疯狂咆哮道 警告警告 男主好感度家二十 我瞪大了眼睛 又发现宋文锦虽然低着头 看不清神色 但耳尖却可耻的红了 好你的宋文锦 原来你根本不喜欢青春小白花 而是喜欢骚的呀 那你倒是早说啊 九次啊 整整九次 早知道你喜欢骚的我 直接就本色演出了 哪里还需要费这么多事 晚上 我直接敲开了宋文锦的房门 捉住他的手 哥哥 我睡不着 你摸摸我的心口慌不慌 可等了好一会儿 我却没有听到 好感度上涨的声音 疑惑抬头 正对上宋文锦 要杀人一般的眼神 我吓傻了 眼睛立刻涣散 口中念念有词 我在梦游 我在梦游 男人冷笑一声 我听说电机治疗 对梦游效果很好 明天就带你去试试 不待一秒钟犹豫 我立刻抱住宋文锦的大腿 求饶 哥哥 我错了 宋文锦咬了咬牙 滚回去睡觉 我赶紧答应 可走到一半 我又折返回来 不死心地拽下左肩的吊带 故意勾引他 哥哥 我嘎着我好像有颗黑痣 要不你帮我看看 林安安 他忍无可忍 一脚把我踹了出去 第二天 我把狗头军师许佳琦招来 他沉引了一下 你说 有没有可能 男主其实不是宋文锦 你的攻略对象另有其人 我不信 冷哼 不是宋文锦 难道还能是你啊 许佳琦挑了挑眉 为什么就不能是我 系统只告诉我 男主是天之骄子 智商绝顶 容貌惊艳 这几个特征 许佳琦和宋文锦 两人似乎都能满足 我忽然觉得 这话也不无道理 攻略一个也是攻 攻略两个也不嫌多呀 我打量了许佳琦一阵 有些鄙夷 你该不会也喜欢骚的吧 许佳琦眯了你一眼 神情有些危险 我拍了拍他的肩 咱俩可是多年老铁 我想我就算是裸奔 你肯定也懒得多看一眼 我十分自信 把自己衣领往下拽了拽 下一秒 叮 男主好感度加十 嗯 救命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系统沉默三秒后 十分不要脸的开口 而这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将两人的好感度 都攻略到100% 那你这次一定会摆脱循环 不会继续停留在18岁这一年 18岁 这个数字让我心中一致 总感觉这一年 曾发生过什么重大的事 可细细一想 这一年我都经历过九次了 这要发生过什么大事 我又怎么可能毫无印象 系统很快下达了攻略任务 和男主共进晚餐 宋文锦是我一父一母的哥哥 晚上一大家子吃饭 也算是和他共进晚餐了吧 刚到家 宋雨嫣正提着高定礼服的裙摆 向为公主从楼梯上款款而下 他斜眼腻我 迟笑道 你就穿成这副会扑扑的样子出门 明晚我要举办庆功宴 你还是别去丢我们宋家的人了 宋雨嫣昨天取得了校园歌唱比赛的三等奖 决定大肆操办 而上周 我拿到了省级比赛的一等奖 全家却没有一人道贺 我妈甚至怕宋雨嫣心里不舒服 狠狠拧着我的大腿 将我臭骂了一顿 小小年纪一天天竟想着出风头 我养你这死丫头 有什么用 还不如当初把你这个脱油瓶 丢给你那死鬼吧 你别不是住进了宋家 就真当自己是千金大小姐了吧 老娘告诉你 你就是一只西宋家写的马皇而已 少做什么春秋大梦了 再感染的两兄妹不爽快 你就一个人流落街头去吧 自从住进宋家的那天起 我处处不敢和宋雨嫣争风头 记得有一次 他比赛没拿到名次 而我拿了金奖 回家等待我的绝不是表扬 而是我妈的一顿毒打 他总骂我 住在别人的屋檐下 却没有一点做人的觉悟 知道错了没有 我疼哭了 但却不肯认错 就因为我妈嫁给了宋叔叔 所以我就得将自己从里到外 扮演成一个傻子吗 他最后打累了 这是才过去 他走后 我才发现门口的宋文景 不知他在那里站了多久 那一刻 我窘迫得恨不得钻进地缝里 多年来 我竭力在这两兄妹面前维持的体面 请客间就成了一个笑话 为了掩饰尴尬 我故作不在乎的样子 你说你爸眼光怎么这么差 竟然能看上这副鬼德性的我妈 宋文景顿了顿 如实到 林阿姨在我爸面前 一直都很咸良温顺 我一愣 然后再也绷不住情绪 嚎啕大哭 我不明白 明明他可以对每个人都温柔善良 为什么独独对我这个亲生女儿 这样残忍 宋文景吓坏了 手臂抬起又放下 想安慰我又无从下手 我扑进他怀里时 他的身子陡然僵硬 为了报复他亲妹妹欺负我 我故意将眼泪鼻涕蹭了他一身 然后立正站好 做好了挨骂的准备 等了半天 却只等来一只手轻轻落在我头顶 再哭就不漂亮了 那是他第一次学着安慰女生 僵硬而笨拙 微微红着脸的模样 却又有些可爱 我一时也愣住了 当天夜里 他第一次推开了我的房门 黑暗中只能窥见一个模糊的轮廓 我直觉是他 静一点也不害怕 他要走时 我悄悄拉住他的袖子 娇笑道 哥哥 没人告诉过你 你孩子的房间不能随便进吗 哦 他的声音很是慌乱 黑暗中 两颗心扑通狂跳 我一点点靠近 呼吸落在他耳畔 灼热了他的皮肤 指尖落在他胸前 正要一点点贴近 最后关头 我却一把将人推了开 眼嘴偷笑 哥哥 晚安 他正愣了好一会儿才回神 晚安 晚安 宋文锦离开后 我才看见床头柜上放了一瓶伤药 白天在我妈的眼皮底下 他没法给我 后来每次我妈教训我时 我都故意喊得夸张 并且总是不小心让他看见我身上的亲子痕迹 宋文锦眸光沉沉 什么也没说 只是 晚上他敲我房门的次数 越来越频繁了 从前我总端着小白花的架子 装出一副矜持害羞的模样 所以和他之间并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 可是 现在吗 晚上 我躺在床上 几乎是在遵守宋文锦 听到开门的声响 我立即闭眼装睡 可等了半晌 却没有听到其他的动静 正准备睁眼时 眼睛上忽然附上了一片阴影 嘴唇上的柔软 一触即过 他 吻我了 我猛地睁开眼睛 和宋文锦的视线撞了个正正 他慌了 想要离开 对我一把勾住脖子 摔在床上 C 哥哥这是做什么 亲了人就想跑了 不认账吗 他账红了脸 一声不吭 我看看擦过他的脸颊 稳落在了他耳畔 他的耳朵 红得要滴出血来 我笑了 哥哥难道不喜欢吗 他咬牙 不喜欢 可下一秒 我脑中的声音炸开了花 男主好感度加5 男主好感度加10 男主好感度加15 你要不要听听看 自己喜欢的声音有多么大 门外传来我妈的声音 宋文锦挣扎着想要离开 我比不过他的力气 只好抱住他的脖子 将自己整个都挂在了他身上 哥哥不如猜一猜 等会我妈看见 我们这副模样 会是什么表情 宋文锦身子一僵 我险些摔下去 下一秒 一只手稳稳拖住了我的腰 让我更加平稳地挂在他身上 他本可以趁我摔下去时跑掉的 可他不仅没有 反而单手将我搂住了 真是个闷骚的男人 答应我一件事 我就放你走 什么 他低头看我 眼睛亮亮的 以后都不许躲着我 要随叫随到 否则别怪我将咱俩的事情抖落出去 宋文锦看向我的眼神我不太明白 但似乎并不害怕 我不满地揪住他的衣巾 嘟囔道 你听到了没有 知道了 他有些无奈 却又纵容着 我妈进来时 拎着一条裙子 随手摔到了我脸上 明天燕燃的庆功宴 你穿这去 别再穿的灯叫花子似的 丢的可是你送叔叔的人 这件裙子有些眼熟 是宋燕燃曾经穿过的 她的衣服满柜子都是 许多衣服穿一次就丢 你拿宋燃不要的裙子给我 我妈眉头一皱 顿时拔高了嗓音 又不是你的庆功宴 你穿那么招要干什么 这衣服可是名牌的 你又有几斤几两 你妈我还没嫌 你配不上穿呢 我深吸一口气 努力平复心情 这种事发生了太多次 我早该习惯才对 可每经历一次 心脏都像是被一只大手扼住 让我喘不过气来 我贪婪在床上 只觉得很累 第二天 我穿了一条普通裙子赋燃 等在角落 准备和宋文景共进晚餐 偏偏宋燕燃带着一帮大小姐 将我堵住 她捏住鼻子 嫌弃不已 你这是穿的什么呀 哪里来的山寨货 我的庆功宴上穿成这样 脸都要被你丢光了 如果我穿上了 她不要的那条裙子 估计此刻会被羞辱的更惨 我忽然就懂了 我妈昨天为什么反常的送我衣服 估计就是宋燕燃受益的 我刚要对回去 披肩那人后 故意低下头 不安的搅动一摆 对 对不 道歉的话还没说完 宋文景大不卖来 以义无反顾的姿态 拦在我身前 宋燕燃你要是天天这么闲 就滚去国外读两年书 没多明白就别回来了 说着 她不顾众人眼神 一把拽着我离开 等到无人的角落 我才笑出声 哥哥刚才真是威风 安安都看呆了呢 她按住我四处撩拨的手 嗓音微紧 饿了吗 我带你去吃点东西 饿了 但是我更想吃 她一把捂住我的嘴 像是生怕我说出什么 惊世害俗的话来 哥个胆子真小 我点脚和她摇耳朵 饭吃到一半 系统提醒我 宿主 别忘了 你还有一位男主需要攻略 任务倒计时30分钟 已经开启 这个杀千刀的系统 我正啃着大猪蹄子 吃得油光满面 你多来这一出 现在去找姓许的 哪里还来得及呀 我赶紧溜出门 给许佳琪打电话 老铁 江湖救急 我需要一碗蛋炒饭 对面沉默三秒 你又发病了 参加宴会 还能让你饿着 眼看着这家伙油盐不尽 我豁出去了 还不是因为你不在 我吃饭都没有胃口 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现在我就想吃一份 你亲手带的蛋炒饭 难道这点小要求都不可以吗 我看不见许佳琪的神情 但她的嗓音 竟莫得柔软了下来 等我 温柔的令人心颤 我一愣 有些心虚 好 还没来得及窃喜 一抬头 便见宋文景站在不远处 一双黑眸一眨不眨的看着我 她缓步走近 把我逼退至墙角 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弧度 倒是我没有眼力价 让安安跟我吃饭 真是受委屈了 瞧 都饿瘦了 她报复式的 在我的小肚腩上捏了一把 我吓得一击零 险些打了一个宝格 还好最后关头捂住了嘴 又咽了回去 呜 这辈子就没这么尴尬过 和许佳琪匆匆吃过蛋炒饭后 系统又下达了第二个任务 给正在打球的男主送水 我提前打听好许佳琪打球的时间 买好水蹲守在场地 根本没注意 一个篮球对着我的后脑勺砸了过来 我吃痛回头 只见宋燕然带着一帮人逼近 她手里颠着球 微微眯一眼 瞄准我的方向 再次狠狠投掷过来 这次我找准时机 直接一脚将球给踢了回去 稳稳命中宋燕然的小腿 小时候我跟许佳琪爬树翻墙什么没干过 之前她被一群小混混揍的时候 要不是我路过 一个球踢飞一个 她早被打趴下了 后来 一向眼高于鼎的许佳小少爷 总是要跟我勾肩搭背 逢人就说我是她的铁哥们 好兄弟 像把牛皮糖一样 怎么都爽掉了 跟我玩武力那一套 这群小丫头骗得还太嫩了 林安安你不要太过分 你吃我家的用我家的 还勾搭我哥就算了 现在还要和我抢家旗哥哥 世上怎么会有你正不要脸的人 宋燕然冲过来 又畏惧地后退了两步 只胆教唆一群小跟班 将我围住 拖进厕所 在小混混的拳头落下来前 我一把拽住宋燕然 将他摔在墙上 一脚踢歪了 不小心抱了水管 扑刺一声 自来水喷射而出 我闪身 没留意身后咆哮着赶来的许佳琪 他张嘴就骂 哪个不要命的敢欺负劳资兄弟 然后 自来水尽数落进了他的嘴里 给男主送了自来水 也算送水了吧 许佳琪的脸都绿了 终于发挥了他笑霸的本性 一打五一时都没太落下风 最后一把薅住我后脖梗 稳准狠地掐住了我的命脉 劳资就在操场上 被人堵了 不会喊我吗 一个人逞什么墙 再有下次 用不着他们 我特别先把你的腿打断 我被他拎小鸡仔一样 拎到了宋燕然面前 女孩咬着唇 两滴热泪滚了下来 一副吓坏了的可怜模样 对不起佳琪哥哥 都是我不好 不该因为安安姐在家欺负我 没劝住我朋友 让他们找安安麻烦 无论怎么样 他始终都是我姐姐 那副柔软的模样 我看了都忍不住动策影之心 更何况许佳琪 这位血气方刚的少年 我刚想把这事接过去 就听见了一声冷笑 第一 我家安安是什么样的人 我比你清楚 第二 今天的时候会报警 还会一五一十地告知宋叔叔 他将我滴流走 又停了下来 眼神充满力气 一一扫尸过在场的每一个人 林安安是劳自平时 都恨不得供起来的人 你们敢对他动手 也不撒泡尿 照照自己都是个什么东西 他一点也不顾宋燕然 这位大美女 吓得脸色惨白 第一次亮强势 那样不容拒绝地将我带走 掌心传来的温度有些灼热 我抬头看见他的下颌线 冷硬而坚毅 这件事之后 宋燕然像是变了一个人 在家对我极为友善 不仅将自己每天订购的 新鲜燕窝粉给我 还送我许多当即新款的奢侈品 甚至我妈骂我时 他都会主动帮忙开脱 友好的像是那天找茬的人 不是他一样 我把东西原封不动地退给他 你到底又想搞什么鬼 他扭捏着回答 阿安你不要误会 我这次是想通了 要是我对你好一点 你直接就成我嫂子了 也用不着和我抢佳琪哥哥了 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所以我们以后好好相处行吗 你要是真想和平共处 我当然求之不得 此后一个月他都消停了 没再惹出其他乱子 这天我急着找许佳琪做任务 电话都打爆了也联系不上他 宋燕然急匆匆跑来 喘得粗气 不好了阿安 我刚才看到佳琪哥哥 被一群小混混堵在巷子里 他只有一个人肯定会受伤的 怎么办阿 我好害怕 怪不得联系不上那家伙 原来是被堵了 我赶紧道 别慌 你立刻报警 我先去捞人 虽然我也打不过 但两个人总归扛揍一点 宋燕然在前面带路 等快到巷子时 我将他叫住 你躲在这里不要过去 靠太近了 很危险 可是你 没事 我和姓许的都命运得很 只要警察及时赶到 死不了的 说完 我就冲了出去 可越靠近我越觉得不对劲 这里根本不像发生了兜的样子 安静的过头了 我默然回头 只见一群小混混 以包抄之势向我逼近 哟 小姑娘 这么迫不及待 是要冲进哥哥们的怀里吗 嘿嘿 完蛋 中计了 对方人多是重 我被逼着墙角 趁对方轻敌时 飞快撂倒一人 踏着她的身体翻过了墙 刚落地 就和宋燕然撞了个正着 她对我展颜一笑 露出了一个月来 我都无比熟悉的温婉笑容 安安小心 他们追上来了 我拖着发肿的膝盖 跑到路边 宋燕然扑过来 死死将我摁住 我刚想踹开 她猛地在我受伤的膝盖上捏了一把 我顿时两眼一黑 险些要痛晕过去 好不容易理智回笼 挣脱开来 一辆超速的挪得飞快驶来 耳边响起刺耳的刹车声 震耳欲聋 那一瞬 我的大脑轰鸣了 出现了短暂的空白 不知什么缘故 身体也不受控制 开始疯狂站立 有什么恐怖的记忆 正一点一点将我吞噬 我做了一个很恐怖的梦 梦里的我远没有刚才那么幸运 一辆大卡车及时而过 轮胎和道路发出刺耳的摩擦声 我的眼前一片血红 身上传来被碾压撞击的巨大疼痛 身体像是四分五裂了一般 每一个毛孔都在叫嚣 好疼 好疼 我猛然惊醒 大汗淋漓 一抬头 对上了两双关切的眼睛 孙文景的声音都在发颤 安安 你终于醒了 C 许佳琪也已改完事不公的模样 红对眼瞪我 你他妈这是要吓死劳资啊 那股痛感真实的即便梦醒了 还才留在我的四肢百孩 我的身子疯狂站立 惊魂未定的开口 我刚才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 梦理我 我 孙文景冲过来 一把将我锁进怀里 安安别怕 那只是梦 梦醒了 就什么都不怕了 你还好好的 永远都会好好的 我的情绪逐渐平复下来 是啊 那只是一个梦 天不怕地不怕的林安安 被一个噩梦吓成这样 说出去都会惹人笑话的 检查结果出来了 我是惊吓过度 还有轻微的脑震荡 需要留院观察 我把头埋进被子里 恐吓许佳琪 对外就说我是脑震荡 惊吓过度还是免了 说出去我丢不起这人 许佳琪 别把自己憋死了 赶紧滚出来吃点东西 我还沉浸在郁闷情绪中 坚决拒绝 不吃 这个臭小子 竟然直接把我从被子里薅出来 用我最爱的大猪蹄子诱惑我 这谁能忍得住 我肯得正殆尽 系统发布了最后一次任务 男主攻略进度已达到99% 剩下最后一项任务 给男主庆生 将进度拉满至100% 宿主就可结束此次任务 跳脱时间循环 恰巧 孙文景和许佳琪的生日 都在三天之后 我只能选择为其中一人庆生 一旦男主的人选选择错误 那么攻略任务失败 循环将会继续 我又会回到一年前 一切重新来过 到底谁才是男主 我盯着许佳琪出众的侧脸 有些正神 忽然发现 宋文景已经有两天 没来医院看我了 我装作不在意 随口问道 景哥哥最近很忙吗 许佳琪神色古怪的看了我一眼 你不知道吗 姓宋的白月光回来了 最近正忙着和白月光 再续前缘呢 我呆住了 手中的猪蹄音声落地 陷入循环整整九次 我都没能弄清楚 自己对这位一父一母的哥哥 到底是什么样的感情 直到刚才那一刻 我的心脏骤然收紧 像是停滞了一个世纪 怎么能喜欢别人了 我满脑子竟只有一个念头叫嚣 许佳琪将宋文景的朋友圈翻出来 最新一条是一张照片 照片是第三人视角拍摄 女孩低头看手机 笑得合不拢嘴 而宋文景凝望着她 温柔浅犬 满目柔情 记忆中 她从未用这样的眼神看过我 原来 只是因为不喜欢吗 我彻夜难眠 半夜辗转反侧 不知道扯动了哪里的伤口 疼得整个人全缩成一团 可我脑中 竟只有想要宋文景来看看 我这一个念头 我给她拨电话 接通后却是一个女孩的声音 她只用了一个位字 就让我所有生疼的勇气 瞬间土崩瓦解 我像个小丑 慌乱地摁掉电话 生怕被对方瞧出来 自己对哥哥不为人知的心思 我开始频繁点开 和宋文景的对话框 却什么都不敢求证 直到她晒出一张 和白月光挑选钻戒的图片 那一刻我好像听到了心碎的声音 眼泪无声滑落 耳朵里是系统的叹息 宿主 你是这个世界的女主 男主即便现在没有爱上你 也绝不会爱上 除了女主以外的任何女人 所以 现在谁才是男主 结果已经很明显了 请再一次确认攻略人选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我没答复 只是一个人偷偷溜出了医院 那家珠宝店我是知道的 因为曾经有个男孩 郑重地告诉过我 那里医生只能定制一枚钻戒 他未来要把他送给自己最爱的女人 我问 那你最爱的女人是谁 他笑了笑 看着我的眼睛 说 现在他还只是个小女孩 那一年 我刚满十六 少年的话太过温柔 让我生出了一丝不该有的妄言 我没有自知知名的猜测 或许他口中那个的细利女孩 有那么一丝丝 可能就是我 直到现在 我赶到珠宝店前 透过玻璃窗 看见两人互相依偎的身影 女孩看起来和我一般大 是她的年少不可得 心动脚脚跃 一直以来 倒是我自作多情了 正要转身离开 宋文景发现了我 是安安吗 我一顿 僵硬回头 下个月一号 是我和静静的订婚宴 安安是我的妹妹 一定不能缺席哦 我错恶抬头 就只是妹妹 当然 她像为长辈一样 摸了摸我的头 就是因为把安安 当成了自己的亲妹妹 所以才会对安安那么好啊 那一刻 我生出了一丝邪念 恶劣一笑 这样啊 是会接吻的那种妹妹吗 我不顾女孩疯狂的神色 转身离开 留给她一地烂摊子 当天晚上 我的朋友圈炸锅了 周围所有人都在痛骂我 野鸡妄想飞上之头 当凤凰 竟然不惜当小三 勾引自己的哥哥 各种辱骂电话 吵得我不得安宁 甚至家门口 都被人扑了油漆 孙文锦没有做任何澄清 从始至终没有为我说半个字 任由那些恶意 一点点摧毁我 甚至 原本应该面临 牢狱之灾的宋燕燃 也连夜发长文抨击我 自打连安安这个拖油瓶 进了我宋家的门 我就看出了 她不是个安分的人 前几天还伙同小混混陷害我 幸好我哥聪明 没有让她的奸绩得逞 现在更是让人大跌眼镜 她甚至不惜当小三 也要勾引我哥 妄想成为宋家的女主人 真是搞笑 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货色 连得我哥嫂提鞋都不配 那一刻 我的身子控制不住的发抖 孙文锦明明告诉过我 她一定会查明真相 还我一个公道 她前脚才信誓旦旦的保证 后脚就将宋燕燃无罪保释 我极力克制怒火 拨通电话 面对我的质问 她沉默了一瞬 然后说 嫣然毕竟才是我的亲妹妹 那一刻 我的心终于死了 系统最后一次询问了我的选择 毫无疑问 我选择许佳琪 她知道我要参加她的生日宴后 狂笑不止 大手一挥 要请全班同学吃饭住行 至于这么高兴吗 我当然高兴 自从你妈嫁进宋家后 我生日当天 你都要留在宋家 陪宋文锦度过 你都不知道我有多酸 这还是第一次 你主动开口说要陪我 我能不高兴吗 是啊 宋家少爷生日 我妈怎么可能允许我擅自离开 13岁后 我再也没有陪许佳琪 庆祝过生日 从一开始的抗拒 到后来的麻木 渐渐的 我自己都已经习惯 没想到每年的这一天 许佳琪都如此期待我的到来吗 我不理解 可每年你的生日都热热闹闹的 根本不缺人 她看了我一眼 是不缺人 但缺你 她翻出之前她生日宴上的合影 每次她最右侧的位置 都会有一个空缺 无一例外 她指着那处 说我身边的位置 永远都会为你保留 我有些感动 呜呜你果然是我最好的兄弟 许佳琪的脸都黑了 好兄弟生事也到了该生 急一下的时候了 这小子还蹬鼻子上脸了 我没好气的给了她一拳 最好的兄弟已经是到底的关系了 还能怎么升级 当然是 就这么升级 她趁我不背 飞快靠近 在我嘴角啃了一口 没等我做出反应 她右头也不回地逃走了 还不小心被台阶绊了一下 险些摔了的狗吃屎 引得周围的兄弟哈哈大笑 这还是咱们一拳 能打死一头牛的老大吗 怎么娇羞的跟个小媳妇似的 老大快跑 跑慢一点 小心被安安姐抓回去 做压债老公啊 哈哈 哈 我把你当兄弟 你竟然想睡我 第二天 她当着全体同学的面 当众向我表白 一句话还没说完 已经哭得一抽一抽的 别提多丢人 要不是我被拉住了手 我都想当做不认识这个人 同学们也都看着到不嫌是大 纷纷起哄 在一起在一起 我不满制止 还能能给别人一个表现的机会 把准备的台词说完了 她的兄弟顿时起哄 还是嫂子关心老大 瞧瞧 原本的安安姐 一下子就改口成嫂子了 我的地位不声反响 终于 等许佳琪磕磕绊绊地表白完后 我点了点头 说完了 她的眼汪汪 说完了 说完了那我就先走了 好兄弟 一辈子 许佳琪呜咽咽拽着我 说什么也不撒手 哭得像个孩子似的 我叹了口气 我喜欢谁 你不是一直都知道的吗 当初说好了只当兄弟 怎么一中笑霸 竟然说话不算数 许佳琪沉默了 最后狠心别过头 骂道 快滚 你要是走慢一步 劳资就把你腿打断关起来 面对恐吓 我脚底抹油 一溜烟就跑了 兄弟之间 扭捏矫情 那还像什么样子 我既然选择成为一个男人的兄弟 就不该给他任何幻想 下午 我又去看了宋文景 和我以为的热闹不一样 他一个人静静地待在屋子里 坐在阳台上发呆 身边没有白月光 只有一地歪七斜八的酒瓶 我缓缓靠近 踢到酒瓶的声响 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回头笑了笑 朝我伸出手来 你来了呀 我等你好久了 你最近都没来我梦里 我不开心 你哄哄我吧 哦 哄你 他别开眼 又灌了一口酒 果然是幻觉呀 阿阿已经被我赶走了 他现在肯定恨死我了 再也不会哄我了 那你后悔吗 他笑了笑 那副毅力的容颜 更加让人一不开眼 他毫不犹豫 当然不 然后猝不及防 他长身而起 将唇附在了我的唇上 我陪着他 一夜做到天明 第二天醒来时 他抱了抱我 可等揉开眼睛后 又像撞见了鬼一样 瞬间弹开 毕生质问道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你滚 我再也不想看到你 我没说话 脑中响起系统的声音 任务结束 宿主攻略男主成功 时间将不再重启 我的身体开始变得透明 意识在逐渐涣散 孙文景正正看着我 不可置信 你攻略成功了 这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解释到 就在昨晚你亲我的时候 攻略度就已经满格了 他呆住了 懊恼地揪住自己的头发 怎么会这样 就差一点 就差一点了 他红着眼 哭了 我也想哭 但眼泪流不出来 哥哥你还记得吗 住院时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有一辆大货车 从我身上碾压而过 我当场死亡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 那根本不是梦 那就是已经发生过的 血淋淋的现实 不 安安 你别乱想 那就只是一个梦而已 你还好好的 你一直都会好好的 我忽然好难过 天之骄子 气不成声 他本该是天边的明月 清俊皎洁 不该因我而变成 现在这个狼狈的模样 现实生活中 我早已死于车祸 可意外绑定了攻略系统 只要我攻略失败 时间就会重启 回到一年前 为了留住我 哥哥他想方设法让我失败 前九次我装成小白花 还算矜持乖巧 他尚且能把持得住 可第十次我摆烂了 彻底放飞自我 一次 彼此大胆奔放 他根本动不住了 攻略进度条 蹭蹭往上涨 于是他选择 将自己一半的男主气韵 给了许佳琪 混淆时听 系统也一时无法分辨 最后更是故意 和白月光演了一出戏 让我在最终任务时 选择攻略许佳琪 这样一来 我会再一次失败 时间重启 我将再也不会到达 车祸死亡的那一天 永永远远和他在一起 可是 这一次他分走自己的气韵 严重损害了自己的身体 即便开启了下一次循环 恐怕也无法坚持一年 就会彻底消失 我亲爱的哥哥 你的人生还要继续啊 你光明璀璨的一生 怎么能永远困在 我平庸无趣的18岁 我希望你幸福安康 一生无忧 哪怕你的未来没有我 孙文锦跪倒在地 气不成声 哎 不要 我想最后抱一抱他 指尖却直接穿透了他的身体 这样的分别 到底是残忍了些 我笑了笑 想让他记住我最美的模样 永远不要忘记我 但如果记得我会太难过 那哥哥还是 忘了我吧